五人墓碑记 张浦 五人者 盖当了周周公之辈代 积于义而死焉者也 至于今 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 集除未焉废祠之旨 以葬之 且立时于其目之门 以经其所为 乌乎一胜已栽 拂五人之死 去今之墓而葬焉 其为时至十又一月儿 拂十又一月之中 凡富贵之子 慷慨得志之徒 其疾病而死 死而淹没不足道者 亦以众矿 旷曹也之无闻者于 足五人之脚脚 何也 于游记周公之辈代 在丁卯三月之望 不舍之行为事先者 为之生意 脸资财 以颂其行 哭声震动天地 提其暗箭而前 问 谁为哀者 众不能堪 赤而扑之 适时以大忠诚俯武者 为为之私人 周公之代所由始也 无知民方痛心焉 于是承其力生已喝 则道而相逐 忠诚逆于混帆一免 继而以无民之乱 请于朝 暗诸武人 曰 严佩为 杨念如 马杰 沈阳 周文元 及金之磊然在目者也 然武人之当行也 意气扬扬 忽忠诚之名而立之 谈笑疑似 断头至成上 颜色不少变 又闲事大夫发五十金 买武人之痘而寒之 足语诗和 故金之墓中 全乎为武人也 皆福 大烟之乱 近身而能 不义其智者 四海之大 有几人鱼 而武人生于编武之间 素不闻诗书之训 激昂大义 导死不顾 义何故灾 且缴诏分出 勾党之补 便于天下 足以吴俊之发愤一击 不敢富有诸志 大烟亦群寻为义 非常之谋 难于促发 待圣人之初 而投还道路 不可谓非武人之利也 由是观之 则今之高觉显畏 一旦抵罪或脱身已逃 不能荣于远近 而又有剪发杜门 阳狂不知所知者 其辱人渐行 誓武人之死 轻重故何如哉 是以了州州公 忠义扑于朝廷 赠世美显 荣于身后 而武人亦得以加其土风 列其姓名于大帝之上 凡四方之事 无有不过而败且弃者 思故百世之欲也 不然 令武人者保其首领 以老于护有之下 则尽其天年 人皆得以历史之 安能驱豪杰之流 恶万木道 发其志士之悲哉 故与与同社诸君子 哀思目之徒有其时也 而谓之计 亦以名死生之大 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贤士大夫者 炯卿卿因之无功 太史闻取闻功 梦常遥功也 武人墓碑记 张璞 武人者 盖当了州州公之备代 积于义而死焉者也 至于今 郡之贤士大夫 请于当道 集除未焉废死之旨 以丧之 且立时于其目之门 以惊其所为 乌乎 亦以胜已哉 服五人之死 去今之目而葬焉 其为时至十又一月儿 服十又一月之中 凡富贵之子 康慨得志之徒 其疾病而死 死而淹没不足道者 亦以众矣 旷曹也之无闻者于 足五人之脚脚 何也 于游记周公之备代 在丁卯三月之望 不设之行为事先者 为之生意 脸资财以送其行 哭声震动天地 提其案件而前 问 谁为哀者 众不能堪 斥而扑之 适时以大忠诚服五者 为为之私人 周公之代所由始也 无知民方痛心焉 于是承其力声以喝 则道而相逐 忠诚逆于混帆一免 继而以无民之乱 请于朝 按诸五人 曰 严佩为 杨念如 马杰 沈阳 周文元 及今之磊然在目者也 然五人之当行也 意气洋洋 忽忠诚之名而立之 谈笑疑似 断头至成上 颜色不少变 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 买五人之痘而含之 足语诗和 故今之墓中 全忽为五人也 皆福 大焉之乱 近身而能不亦其智者 四海之大 有几人鱼 而五人生于编舞之间 素不闻诗书之训 激昂大义 导死不顾 亦何故灾 且矫诏分出 勾党之补 便于天下 足以吴郡之发愤一击 不敢富有诸志 大焉亦勋寻为义 非常之谋 难于促发 待圣人之初 而投还道路 不可谓非五人之利也 由是观之 则今之高觉显位 一旦抵罪或脱身已逃 不能容于远近 而又有剪发杜门 阳狂不知所知者 其辱人渐行 誓五人之死 轻重故何如哉 是以了州州公 忠义铺于朝廷 赠世美显 荣于身后 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风 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 凡四方之事 无有不过而败且弃者 思故百世之欲也 不然 令五人者保其首领 以老于护有之下 则尽其天年 人皆得以历史之 安能屈豪杰之流 恶万木道 发其志士之悲哉 故与与同社诸君子 哀思目之徒有其时也 而谓之计 亦以名死生之大 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贤士大夫者 炯卿卿因之无功 太史闻起闻功 梦常遥功也 五人墓碑记 张璞 五人者 盖当了州州公之辈代 积于义而死焉者也 至于今 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 集除未焉废死之旨 以丧之 且立时于其目之门 以经其所为 乌乎亦胜已哉 福五人之死 去今之目而葬焉 其为时至十又一月儿 福十又一月之中 凡富贵之子 慷慨得志之徒 其疾病而死 死而淹没不足道者 亦以众矿 旷草也之无闻者于 足五人之脚脚 何也 于游记周公之辈代 在丁卯三月之望 不舍之行为事先者 为之生意 脸资财已送其行 哭声震动天地 提其暗箭而前 问 谁未哀者 众不能堪 赤而扑之 适时以大忠诚 俯武者 为为之私人 周公之代所由时也 无知民方痛心焉 于是承其力生已喝 则道而相逐 忠诚逆于混帆一面 继而以无民之乱 请于朝 暗诸武人 曰 严配为 杨念如 马杰 沈阳 周文元 及金之磊然在目者也 然武人之当行也 意气扬扬 忽忠诚之名而立之 谈笑疑似 断头至成上 颜色不少变 又闲事大夫发五十金 买武人之痘而含之 足语诗和 故金之墓中全忽为武人也 皆福 大焉之乱 近身而能不亦其智者 四海之大 游几人鱼 而武人生于编武之间 素不闻诗书之训 激昂大义 导死不顾 亦何故灾 且矫诏分出 勾党之补 便于天下 足以无俊之发愤一击 不敢富有诸志 大焉亦群寻畏义 非常之谋 难于促发 待圣人之初 而投还道路 不可谓非武人之利也 由是观之 则今之高觉显畏 一旦抵罪或脱身已逃 不能荣于远近 而又有剪发肚门 阳狂不知所知者 其辱人渐行 是武人之死 轻重故何如灾 是以了州州公 忠义铺于朝廷 赠世美显 荣于身后 而武人亦得以家旗土风 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 凡四方之势 无有不过而败且弃者 思故百世之欲也 不然 令武人者保其首领 以老于护有之下 则尽其天年 人皆得以历史之 安能屈豪杰之流 恶万木道 发其志士之悲哉 故与与同社诸君子 哀思目之徒有其时也 而谓之计 亦以名死生之大 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贤士大夫者 炯卿因之无功 太史闻起闻功 梦常姚公也